歐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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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記得以前這裡是一個診所 你把它改變成現在這種旅人空間 可不可以介紹一下 其實這邊在裝潢的時候還是請在地朋友幫忙 然後這是以前的大門 這樣 所以這邊還可以看到以前診所 算是櫃檯 那時候切掉的櫃檯 看起來 櫃檯 小小的 掛號的地方 我希望盡量保留這些地方 所以才會連這個坑洞 我都沒有去修它 就是因為我想盡量保持 就是在我租的時候它那個狀況 所以所有東西都是加上去而已 進來的旅人多不多 其實客人還算多 只是都是那種就是背包客 就一兩位 比較少那種團體的 在地人不會很好奇嗎 因為他們 很少有這種空間 有一開始在地朋友會特別好奇 是因為 當初剛租下來的時候 我還是把這邊當作工作室 在裡面工作了大概八九個月 所以在地人這種好奇說 我到底在裡面幹嘛 所以當開始對外的時候 他們就會很想進來了解一下 就是我到底在做什麼 然後也因為這樣子聊 我才更知道這邊的故事 因為像對面的一些鄰居 阿公阿嬤 他們有時候進來的時候 就會跟我聊到說 他們以前怎麼樣跟這邊的護士 這樣追來追去 有沒有玩這樣子 小朋友的時候 很小的時候 就要玩啊 對 對 大萊 為什麼來這裡 我自己老家是在新竹 新竹關係 只是因為我很喜歡台灣 所以從開始出社會以後 我就每年一定會騎著摩托車換島 一年一定一次 我之前的工作性質算是 就是在做所謂平面設計 對 那因為之前就一直環島 其實就很喜歡這個地方 那在四年前的時候 算是自己年紀 30歲的時候 就覺得好像有點想要改變 所以那時候我先辭掉工作 然後就開始接案子 只是此上就很剛剛好 是這邊的人特別的熱情 就是邀請我說 既然那麼常來 為什麼不考慮租個房子 那我問你一下 你在這個地方 除了弄成旅程空間之外 你還能做什麼 就是做一些分享的講座 那像禮拜六 目前我早有一個這邊的香港朋友 然後去分享他旅行的故事 那有時候我一些台北朋友 他們就是特別來花洞玩的時候 就讓他在這邊跟在地朋友 分享自己的專業 我覺得算是一個交流 未來想要做什麼 其實就是希望說 用我自己工作空檔 幾乎可能每天每個禮拜 我就會拍拍照 我盡量透過去記錄 在縱古這邊 他們的作物的成長狀況 然後把它丟到爐廊場 我希望更多人是在這個地方 有機會靜靜的休息 那我覺得池上有很多很棒的點 這有他們自己的故事 大白你在池上這個地方 你出去都是一個人玩嗎 還是有沒有朋友常常來找你 朋友很多 因為我們這邊其實很多 不論是宜居回來 或返鄉回來的一些年輕朋友 自己都開小店 所以我覺得就還蠻開心 因為開始工作以後 真的很難跟朋友的時間都上 那我覺得在這個地方很棒就是 我們還有一群人有機會還可以 約好全部同時關店 全部打烊 然後就約出去玩 愜意 愜意 不會再騎摩托車吧 在池上副里或觀山這邊 我們基本上還是騎腳踏車 可是有時候 我們還是很喜歡到海邊去 那就常常跟朋友約著 就騎著摩托車繞一圈 但是如果在池上這個區域 應該都是騎腳踏車 逛 對對對 嗨 嗨 你好 他們是 他叫阿楊 阿楊 對然後他叫Leo 他們都是在地的一些小店 那我們平常其實也會常常騎著腳踏車 不只是老車 都會在街上這樣跑 所以這個算是古時候的 古時候的文車 文車 就是說我們就騎著腳踏車 由池上 對 要穿黑色衣服的可以騎這種車 大家都要騎 大家都要騎 不能脫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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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